哈囉 到齊 那麼今天就來一下我們ONE PIECE BUNTY LUSH了 那今天我們試一下已經把我們這邊的BOSS戰 已經達到了完美階段了 那現在來說基本上應該就是要買一下我們旁邊的通行報酬啦 因為要買了通行報酬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這邊的支援 沒有問題 然後 輕量跟重擊的感覺 他是兩個啦 所以兩個都要買了 好啦 直接買 那花點小錢拿到一些鑽石是不錯的 然後我們要來讓我們這邊的基德跟裸 給他升起來一點點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玩出一些好的成績 畢竟還是要一點點等級 才會玩得比較厲害一點點 然後聊妹哥他有一個怪癖 他就是比較喜歡玩那種 就是80等的 然後他說100等了他就不想要玩了 恩 怪人一個 也沒有啦好不好 他開心就好啦好不好 看起來活動通行證甚至可能 100所以 每次基本上活動的話大家就可以花這個130幾塊啦 然後你花了之後花130幾塊你是可以就是 比較拿到比較多的這些資源這樣子喔 應該還算是蠻ok的 你購買了 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們這邊 主要來說就要拿那個黃金碎片啦好不好 來 走起 那我們就直接去拿黃金碎片啦 黃金碎片全拿 然後全部灌在我們的基德羅身上 看一下 80等能不能玩出一些好成績啦好不好 主要來說我這邊的話還缺蠻多那個特性球的 好 直接來升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基德羅 那麼目前來說的話是390對不對 okokok可以升滿了 nice 舒服啦 ok升滿了然後 再來就是那個100等才會開啟的後面部分 但是通常都開啟前面就ok了對不對 然後這邊 390 我們看一下 這邊的話390我們能不能 能不能買一下 這邊452啦喔應該是可以 來 兌換起來 兌換索 然後這邊 那個 水晶碎片 然後來換一下 390 是不是也不用到390阿是怎樣 是390他才可以升一級是不是 好啦那我們就先 就先390好了 沙霸高雜扣 90 ok 然後前往禮物盒 然後這邊階段提升 有了80等這樣就夠了對不對 然後 剩下基本上要800阿 那個800就算了 我們先來玩一下這個 80等 80等應該就夠完了 來走起 升級升級 ok 這樣就ok了齁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 7等 呃 來來而且最近剛好是我們這個全新賽季的時候 可以練一下這個基德看一下 好不好玩 那如果大家 對於這個基德有什麼一些玩法或是介紹的話 歡迎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 你們的看法了好不好 然後 另外一隻藍色的話呢 我們可以玩誰 藍色的 藍色的 這邊 那個丟斧頭哥哥 好像 好像也蠻不錯的是不是 丟斧頭的哥哥 然後這邊玩那個誰好了 貝克曼好了啦 都拿到他沒有什麼在用了各位 這抽了超級無敵多隻的這個貝克曼 來防禦者專用 這個是草帽防禦 有沒有其他的防禦者專用 這個真的是要到時候再看一下有沒有那個 其他的一些那個什麼 其他一些那個支援 我們那個時候可能就是在 再把他們這個勳章都先給他弄起來 不然現在基本上 應該都是沒支援可以弄 好 可以了 那我們就直接出花好不好 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基德羅 GOGO走起 拜託了拜託了喔 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 打出我們的 好成績了喔 來囉來囉 來看一下我們這邊 升等之後的第一場 我們的功夫還牛哲品 即將來體驗一下這個羅基德 來看一下 究竟能取得我們好成績 大家基本上都是 都是這個沒有什麼練等的這個等級耶 大家都差不多 好那上次居然知道就是按普攻之後就會就是 換角色這樣子 然後他 兩隻都是我們這邊的這個奪寶角 所以就可以試試看 然後要記得就是我們這邊的話 角色是沒有辦法那個的喔 角色是沒有辦法那個什麼 沒有辦法 就是死掉自動切換的 所以這邊要小心一點點 奪 兩隻都可以無視那個 無視敵人這個真的蠻爽的 開招 大槍槍 我怎麼突然又回來了 無視 無視我就直接開奪就好了 在那邊 還在那邊反擊啊 前馬刀 大刀刀 大刀刀大刀刀 喔唷我死了 我死了好快 我們看到 Vive 死掉如果在那個死掉之間沒有切換成三角色的話 真的很容易就直接會撒爛的 醞士我們貝克慢慢來了 斑貝克曼 各位 完了另外一邊我們應該要被鎖爛了 加油阿 不要讓他們躲掉 不然我們這樣很辛苦 來 然後我記得上一次有人跟我講阿 就是 我們之前不是被弄到之後那個什麼 我們沒辦法讓領地回血嘛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 那個領地回血的這個部分對不對 但是本來就是 人在裡面就沒辦法回領地了 之前是可以回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玩的是大媽 是因為大媽的關係啦 各位 這也不是我們本身是可以的 是因為大媽的關係 那是我們的 欸我怎麼 還沒攻擊我就倒下啦 各位 還沒用力就直接倒了 完蛋 收起 GOGOGO 大槍槍 GOGO GOGO 可是我是多保守欸 我不該在這邊那個 隨便亂七八糟對不對 前馬刀刀 喔呦 其實還是很痛的欸 我的天啊 等一下是該怎麼辦喔 好 換進了 換角色 大槍槍 大手收 完全 完全不知道開哪幾招就直接這樣出去了 換個角色 吃個東西 又是一尾活龍了 各位 藍馬 鐵馬刀 換角色 有沒有 你可以就是 換角色去吃那個補血品有沒有 就讓自己可以活更久 還滿嗨的說真的 可以欸 可以喔 nice nice 有沒有看到 直接就是 換這個切馬刀 所以隨時就看到地板上有肉就可以直接切 我覺得這個可以直接切還算滿爽的 因為你就不用等待就是那個技能的CD啊 你是可以就是直接 看到前面有肉 你就切過去吃一下這樣子 沒敗 沒敗 好不好 完全沒敗 來看一下下一場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下一場 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再取得我們的哈 我成績啦 反正 盡量旁邊有肉就切換去吃肉 然後讓自己的血量拉高 然後隨時做一個切換 但是 他們兩個的這個技能搭配我還是 沒有到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熟悉喔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就是關於我們這個 基德羅的這個介紹 都可以再跟人分享一下 究竟要如何的去玩他們喔 我覺得 還算是滿爽的啦 我覺得切換角色這個東西算是滿特別的 因為以往來說大概都是怎麼樣 就是 你先有另外一隻角色 然後按個技能你就可以切換過去 但是這隻不是這樣喔 就是隨便的普攻或幹嘛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一波調配調整 但是 很好玩的耶 大佐佐 不是 喔 漂亮喔 無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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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無塔 無塔可以喔 我來了 嗨 開躲 我記得躲的速度不是這麼快啊 我好喜歡基德這個躲的這個速度 好快喔 大槍槍 躲躲躲 基德開躲 好快喔 可以喔 五個躲完 這個manso這邊 大槍槍大手收 開躲 無事無事 哇 哇 激得 有點銅了 我的天 激得有點逆害耶 沒事沒事沒事 現在還是我們穩的 我們穩的穩的穩的 而且 我們貝克曼 完了 完了 他們開始在躲了 好了啦 完了 我玩躲包角之後就覺得這個速度超級無敵慢 慢到一個哭啊 喔 有了 把他到了 哎呦 完了 我被槍爆頭了 Q啦 我被槍爆頭 我的好險 這邊躲完 來來來 繼續 繼續 他好強餒 那個人比較會玩啦 他那個就是強力的這個強硬奪寶 沒事沒事 我也會 你以為只有你會強硬奪寶嗎 我也會強硬奪寶啊 我跟大媽都會啊 穩的吧 哎呦 被震到這樣子欸 怪怪怪怪怪怪 另外一邊要守喔 另外一邊要守喔 我們家我們家我們家 我們家看 沒有人下來啦 白癡 哇 好險 不然我們就要輸了 那個人怎麼去另外一邊 哇 好險喔 他如果沒來守的話我們真的是差一點要輸掉了 好險 可以可以 我覺得還滿好玩的欸 最近應該都會先來練他 好不好 我覺得還算有趣 那大家如果有一些玩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囉 欸 酷啦 好不好 今天直接 80等了 好不好 80等好像就可以開始來慢慢玩這些角色了 好不好 那今天就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CityBio 大家 掰 剝羅 咧 喔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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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